国族罪人黑料不断,婚内花1300万包小三,转移财产逼迫离婚,真渣男,2017年3月28日,中国男族远赴阿扎迪体育场,挑战亚洲老大伊朗队,如果赢下这场比赛,中国队就仍旧还抱有,进军,2018俄罗斯世界杯的希望,如果输球,就基本宣告死刑了,赛前,中国队从主帅,球员到球尼, 对本场比赛都很有信心,因为在23日的那场比赛里,中国队以1比0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韩国队,这让大家对本场比赛都充满了期待,往船将之捧小三整个上半场,中国队虽然一直都处于被动,但是凭借门将层城的出色发挥,伊朗虽然获得了很多好机会,但是比分依旧是0比0,全场比赛最大的转折点,出现在了下半场。 一开场,后防线上的江志鹏一个非常业余的解围失误,让伊朗球员抓住机会完成了破门,而最终,全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1-0。 我们换句话说,如果不是江志鹏的致命失误,中国队极有可能从客场带走一分,但是一切都没有如果。 毫不夸张地说,江志鹏的一个失误,断送了男族前往俄罗斯的希望,他是中国足球的罪人。 虽然后来,江志鹏在微博上向全国的球迷公开道歉,但是很多球迷并不买账,在这个关键的时刻,江志鹏的前期张之月发布了一篇长微博,控诉江志鹏婚内出轨,转移财产,逼迫离婚等罪状,一时间再次将他推上了。 风口浪尖,这篇文章爆出了江志鹏很多不为人知的丑闻,包括他婚内出轨,转移财产,逼迫离婚,为小三花逍遥300万等罪名。 同时,文章还施责了广州复利对江志鹏的包庇,希望足协领导和礼皮,取消他的国家队和俱乐部的参赛资格。 随后,江志鹏对此事进行了回应,他首先向国祖和俱乐部表示了歉意并解释,说他和张之月已经离婚,对于1300万的花销,他表示那是俱乐部给他的账单,是他加盟广州复利后的总收入。 不管江志鹏如何辩解,至少坐实了一件事,前妻列出的罪状,他十之八九是真的存在。 江志鹏前妻在江志鹏对前妻的指控予以否认后,3月31日,前妻张之月再次通过社交发声,进一步揭露了江志鹏更多的罪状细节,包括他召集,为小三买女性用品的。 不过截止目前,江志鹏没有再做回应,似乎是默认了前妻的指控。 当然,小编相信这件事情,一定还会持续下去,而小编也会持续的关注。 得罪了女人,江志鹏就等着身败名列吧,综合来看,哪怕江志鹏再怎么否认,他也逃不掉渣男的标签了。